一开得净水器 天然洗澡池滤芯 四重过滤 过滤完的水直接就能喝 滤芯还能反复清洗 不用每年更换 大家好 我是赵雅芝 净水器我选一开得 天猫京东均有秀 咨询电话 400-115-7755 400-115-7755 脖子痠 手臂麻 脑袋晕 肩背痛 可能是颈椎病 颈椎病得吃药 颈腹汤 唇中药 专注治 颈椎病 治疗颈椎病 颈不坑颗粒 颈不坑药液 请按药品说明书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宝马集团日前宣布 全球超过75万辆宝马汽车 通过OTA的方式 将车内宝马7.0操作系统 升级到了最新版本 其中中国市场设计了20多万辆 此次升级是宝马集团公司 史上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的升级 也是欧洲汽车制造商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远程升级 说到这儿 很多人犯嘀咕了 OTA方式升级 原来不都用在手机上吗 以往提到OTA升级 却是多用于手机 但现在很多新能源厂商 甚至传统的汽车厂商 也开始把它运用在了车载电脑上 手机升级一般是为了修复某些bund 而车辆如果有缺陷 不是应该召回送到4S店进行维修吗 通过OTA升级会不会逃避某些责任 手机OTO过程中 如果出现误操作 可能会使手机变板砖 用在汽车上 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呢 来听超链接求证 超链接求证 汽车OTA升级首次亮相 是在2012年面试的特斯拉Model S上 但相信更多人第一次听说它 是在2011年 为美国佛罗里达的车主通过OTA 临时解锁了车辆上的电池容量 增加车辆的续航里程 帮助他们逃离被飓风爱马引下去 本来是一桩好人好事 结果却让汽车行业和消费者都感到极为震惊 消费者说 有电池容量 为啥之前不让我们用 汽车从业者则说 看来更多的4S店要关门了 有这样的说法也不奇怪 车辆续航如此基础 但是关键的技能指标 能够通过无线升级的方式来改变 确实有点神奇 OTA是什么 汽车车视频博主大宾说 那OTA呢其实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云端技术 简单来说只要是有网络 有接收设备 你就能够下载身的一套 像这个手机 或者是电脑的一些系统升级一样 那把这个概念呢是放在汽车上 那么就可以理解成是 具备了OTA升级功能的车辆呢 是可以不用去塞电 进行车辆的软件升级了 之后呢只需要让车辆保持联网的状态 然后呢下载这个升级包 进行安装啊就可以了 那OTA呢升级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非常的便利 不管是对车辆进行常规的升级 还是出现大面积的这种软件问题 需要修复 这款家呢都是可以通过OTA来解决 那等下来解决